大家好,欢迎来到陈老师大学申请系列讲座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了文书职讯部分 也就是说这周的周一到周五 每一天八点到九点 我们都会来进行一小时的文书讲座 那么今天呢是开篇第一讲 这第一讲呢,我们主要就是 先给大家讲一讲文书的重要性 以及为什么文书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 我们可以一一来看一看 先解决几个W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What 到底什么是文书 文书呢,它就是一个written response to a prompt 其实就是一个问答,一个答案 如果学校有一个问题 那你就这个问题来写出一个通常来说 是小于700字的这样一个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呢 它是整个申请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common data set都研究过 是吧,对于很多的大学来说 它都把文书放在very important 或者important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文书它是大学通过这个文书呢 来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在大学做了什么呢 它是从活动部分有体现 但是有的人在文书部分也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而且文书部分更好的能够体现出 你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以及你关心什么 以及你在什么不同的情况下 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呢,通过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组织起来这就是你的大学申请中的这个文书部分 文书部分呢,它的字数 其实刚才我们有同学讲到了 它差不多在50字到700字之间 每个大学要求的文书数目和字数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我们在选好大学之后呢 就要对它大学有什么样的小文书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也做好细致的研究 这样才能够可以列出来一个叫essay tracker 就是你根据你想申请的大学的数目 你到底要写多少文书 这个我们到后面会逐一的来介绍 这个essay tracker怎么work 然后呢,怎么样写出一个super essay 能够适应多个学校的不同的prompt的要求 所以我们一些具体的写作的技巧呢 也会在后面来讲到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篇最重要的文书呢 叫做personal statement ps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文书或者主文书 为什么叫它大文书或主文书呢 因为它是comap所用的这个文书 这个comap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公用的这个申请系统 你想想看,全面有4000多所大学 如果是说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申请系统 你要想申请几个大学 每个大学的你就都得填一遍 你的姓名、性别、家庭状况什么的 都烦死了是吧 它有这个系统呢 就是它集合了 从今年开始 它一定有900多所不同的大学 都用这个系统 这样子你把一些公用的信息 比如你的成绩单 家庭背景状况 甚至你的这个主文书 你都写一遍 那这900个大学就都看得到了 那某些大学它要求比较高 或者有自己单独的特别的要求 它可以在大学的那个部分 在单独提出来 这就是小文书了 但是这个主文书呢 是所有的大学它都可以看到的 等到8月1号以后 ColMap 就是下一年的ColMap 就正式开放了 我们会就ColMap的每一个部分呢 在逐一讲解 现在我们单独把文书部分拿出来 其实8月1号以后 它文书有没有可能有变化呢 特别是小文书 有一些大学是8月1号以后 才具体公布的 有些大学可能公布的还晚一点 它可能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但是呢 万变不离其宗 因为它大学呢 它不是为了出一些很古怪的题目 让你就是难以写 那不是智力测验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文书呢 来发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 你是有什么品质的人 所以即便是像芝加哥大学 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 以这个文书题目古怪而著称 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这个题目太烧脑 不是费脑洞大开的人 根本就没法写 但是你有必要跟着它走吗 我们知道 我们有芝加哥的内向 实际上进了入学之后 经过询问 一班以上的同学 都没写芝加哥的这个 它专门的小文书 因为它不管是什么样的文书 我们大家要求 它都有一个自由选择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前面的这些个题目 它前面提出的这些要求 你觉得都没有合适的话 那你可以自选一个 所以你可以选择自选这个题目 所以呢 我们说很多 讲文书的老师都提到 你这个文书一定要扣题什么的 可能这个 UC的八选四 那你一定要考虑扣题 不能是说反复重复 因为你每一篇小文书 都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出你的特质 但是对于很多大学的文章来说 如果它给你这个自选项 那你就可以选择自选项 因为自选项那个的话 你有最多的空间 如果你写出一篇 自己特别满意的 阐述自己的这个文章的话 那你其实你可以 各个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凡是它允许你自选项的 你不用非跟着它的这个文书题目走 你就可以把你写的最得意的这篇文书 附加上去就可以 但是呢 的确每个大学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先来讲 现在我们讲主文书嘛 我们先把这个主文书这个来讲一讲 这个主文书 它通常是 它不是通常 它就是有650字的这个限制 所以说 我们call map的这个主文书 是一定要把它写好的 因为它 几乎影响到你的 所有的这个大学的申请 如果这个大学 只要它在call map上有 你就优先用call map来申请 因为省事啊 除非有一些大学 它只用collision 它只有collision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这个华大西亚图 它只用collision 那你只能用 把collision再填一遍 但是同样 UIUC呢 它是用collision 和他们学校自己的申请 其实他们自己的学校的申请 更容易一些 有些同学在申请UIUC 就用他们学校的申请了 但是你collision 如果反正已经填了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collision 来申请UIUC 所以说呢 我们在考虑 使用什么系统的时候 就在调查你的大学的清单的时候 它到底是用的什么申请系统 你也要看明白 这牵扯到 你是不是要额外 再专门写一篇collision的 这个申请文书 然后我们再来看 supplemental essay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小文书 在主文书之外 每一个学校 它都有一个额外的要求 很多学校有额外的要求 也有的学校 它不要额外的申请文书 那么怎么找到这种 不要额外申请文书的学校呢 我们等到comap正式开放的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讲 告诉大家这个小技巧 这些大学呢 固然有一些大学 可能就是说 不是顶尖一流的 它可能就是二流三流的 它为了吸引更多的人 去申请他们的学校 那他就说 我们就不要 不要你额外再写 主文书之外的小文书了 那有些同学想偷懒 可能只是说 只要再交个申请费 也不用额外再写什么东西了 就可以试试 那个大学会不会录取我 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学校的 但是要不要申请这样的学校呢 你可以自己来看 最重要的是 还是要我们讲到的 选校的那些原则 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而文书呢 因为我们现在准备的相对比较早 像我们早一点开始准备 到时候不要因为 忽然发现 这个还要再写一个 六百五十字的文书 忽然这个学校的文书 要求太多了 我来不及写了 那我就忍痛 可爱别申请了吧 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不要拖延 那么supplemental asset 就这个小文书 它通常都是问些什么呢 每个学校问的问题 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也有很多共性之处 比如说 通常它会问 why school 就是为什么你选我们学校 或者why you 我们为什么要选你 或者说 你有什么有领导力的这个故事 或者是事例 或者是说 你自己的社区 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我们录取你的话 你能对我们学校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类似这样的问题 它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你要写好小文书 必须要对这个大学 有很深刻的研究 有的人就是写一篇 general的小文书 然后呢 在给大学分发的时候 简直就是 把大学名字改改 就放到另外一个大学去了 这样的话就很糟糕 还有的人改得不彻底 在写给A大学的小文书里 还提到了B大学的名字 你觉得人家看到了 这样的小文书 人家还会录取你吗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让自己 在众多的身体之中 脱颖而出 找到自己跟这个大学的 更多的契合点 你必须要对这个大学 有深入的了解 而且每个大学 它是真的是有它的偏好的 那什么样的大学 偏好什么样的学生呢 我觉得你不用twist自己 去迎合它的那个特性 但是你在决定自己 是不是要申请这个大学的时候 你是应该进行一下 相应的调查和了解的 因为这样子也是决定 因为我觉得申请大学 不是光看着一个排名 去申请的 它是一个双向选择 你要了解大学 同时要了解自己 然后在你跟大学之间 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和契合点的时候 你的小文书写起来 也就不难了 如果实在跟你的很多喜好 都是南辕北辙的 那你其实也不应该 是强求自己去申请这样的 哪怕它是排名比较好的大学 因为你进去之后 可能也不会开心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 做好大学的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在大学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对 如何写好大学的小文书 也会有了很多idea 你要做好记录 这样子的话 你把那个 在做大学研究过程中 看到了这个学校的 一些特色和特点 都记录下来 那你再写 为什么你选择 这个学校的时候 就不会无话可说了 然后再下面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 大学的申请文书 这么重要 因为对顶尖的大学来说 所有申请区的学生 其实他的成绩都不错 在这些成绩差不多 活动也非常类似 那怎么样区分开 录取谁和不录取谁呢 那你的这个文书 就占很大的分量了 我们前面第一个slide就讲了 文书可能占到 大学申请的30%左右 它显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书 它首先是怎么一个过程 它通常是由负责 你们这个区域的 那个招生官来阅读 然后它在一大楼的 那个申请的当中 看到它喜欢决定 要录取 它可以放到一边去 然后呢 它会在这个 就是圆桌会议 大家都推荐 自己选去的学生的时候 它会作为你的代表 好像你的律师一样 来为你提出辩护 说我打算录取这个学生 为什么要录取这个学生呢 这个学生的好处是ABC 然后呢 有什么样的优点 包括他的这个性格 他的活动 他的目标 还有他的经历等等 这样子 如果你的文书 写得非常好 让他产生了共鸣 那他再给你做总结 或者是说 替你讲话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更多的 调理性 也会有更多的激情 能够更好地 为你做出辩护 所以说呢 你是要在文书 或者申请资料中 要特别注意 非常的organize 而且要能引起 它的好感和共情 而且呢 这个文书真的就是 让你跟其他 跟你一样的 差不多 就是硬件条件 差不多一样的 那就看你的这个文书 跟人家有什么不同了 是吧 然后接着再讲 文书的这个重要性 它可以让你 把你管这片 管你这一片区域的 那个招生观 让它 占到你这个一方面 也有可能一下子 就让它对你产生厌恶感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 他在文书中 就是复述自己 活动的经历 好像又把简历 或者活动部分 重新讲了一遍 又重新罗列到一块 或者有的人 过于自负 他比较自大 或者有的人 你在这里 甚至你 我们在文书中 还要避免一些 就是政治啊 宗教 或者什么样的观点 你不一定这个 招生观 它是什么样的倾向 或者什么样的立场 对这种有争议性的问题 大家还是不要在 这个申请文书中写了 因为一旦 它跟你立场不一样 它可能 立刻就把你放到一边去了 是吧 所以不要因为 这种样的问题呢 影响到自己的 整个的这个前途 除非你哈 真的是标性利益 又想冒险 比如说那个 写 就写了几个字 Black Life Matters 那个人 所以说呢 那也是很极占的个例 他最后直接 最终被录取呢 不光是他标性利益啦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 他本身的硬件条件 也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最终才会被录取 所以说呢 你的这个文书不好 尤其是我们 昨天 我们在上周的 Tosmas也讲到了 如果你的开头和结尾不好 这是非常致命的 尤其是你的开头 如果你的这个开头 一看就是 陈词滥调 特别老套 也没有意思 那人很可能 很快的看了 直接就把你拒到一边去了 那你开头开得很好 但你结尾觉得不好 那人家不是回味无穷 而是觉得这个 好像乏善可乘 前面讲的什么也都忘记了 那也很可能 也会导致你就被拒了 所以这个文章的 开头和结尾 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具体讲 怎么写这个文书的时候呢 也会讲到 你怎么样安排 具体到你分几段 开头怎么写 结尾怎么写 中间应该怎么写 我们也都会 给大家分析一些 具体的实例 然后呢 这个 essay的重要性 我们也讲了 它是 depends on the school 对有些学校来说 它是very important 有些学校来说 它是important 对有些学校来说 可能就是说 连essay都不要了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差距呢 尤其 我们大家都还是想进 这个 more selective school 就是顶尖的学校 顶尖的学校的话 essay其实是 真的很重要 就是大家成绩都很好 那essay的重要性 就推出来了 就是看通过你的文书 人都说文如其人 就通过你的文书 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 决定 哎 录取你 不录取你 然后 还有一些 就是说私校啊 或者是 它也比较看重 因为私校的话 或者文理学院 它 学生都是一个一个 挨个的敲出来的 因为他们 有的学校招的人 本来就不多 那它要通过文书 看你这个学生 是不是真的是fit 他们学校 以及你是不是真的 喜欢他们学校 所以说呢 有些教授官 我看到他们的 录取通知 他们会在 录取信中提到 你在你文书中 提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我觉得 印象很深 他跟我们学校 什么什么地方 非常契合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 你到我们学校来 这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个 帮你写录取通知的 这个老师 是真的看了 你的文书了 他能在录取的 给你的这个 录取信中 还会引用你 申请文书中的部分 可见你的这个 申请文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对于 有一些大学 特别是比如说UC吧 平均每个校 都有十好几万的人申请 那即使是请了很多 这个reader 但是是临时性的reader 像我以前有个老师 他就是每年夏天 都是打个临时工 到那去的 这个月券的工作 非常辛苦 而他每个人 都是有限定的 这个时间来看 所以说呢 如果你的这个文章 一看就是文不从 字不顺 或者是说 不是很有信力的话 很可能很快的 就被人扔到一边了 其实有很大比例的 同学的申请 根本就没有被看完 因为你如果不是 非常有趣的话 那也很可能 人都没看完 都没看完 可想结果可想而知 人家都没看完的话 就有很少的机会 还会再给你录取了 再就是有些大学 他没有说这个essay 是必须写的 他说是optional optional什么意思 就好像我们有一些大学 他对于有一些 录取要求的选修课 和必修课 他说是recommended 那对我们亚裔学生来说 凡是recommended 或者optional的 你都要把它当做must来看待 因为比如说 他说是optional 你连个这个optional的文书 或者你想多写 几个字你都不想写 那可以想见 你对这个大学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serious了 如果你是真的serious的话 你就会把optional当做must 所以呢 如果这个学校 它是有optional的SNP 千万别以为 既然那是optional 那我就 这个别写了吧 我们以前有些同学是这样子 他成绩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看的optional的 他就觉得 既然是optional 那我就不写了吧 那通常实践经验证明 凡是大家optional 省略掉那个文书的 即便是他本来是你的fit的学校 他也没给你offer 所以呢 如果你是seriously 希望这个大学给你考量的话 即便是他说这个essay是optional 选择性 可写可不写的 你也要把它当做一个must 就是避写的文章来准备 那尤其是在疫情 特别是等到这个标化 今年有三分之二的大学 还是不要标化的 那么除了你的GPA的重要性提高之外呢 你的文书的重要性 也相对要提高了很多 因为它少了那个标化这一栏 它怎么样确定 你是一个什么品质的人 你是不是越错越勇 你是不是有创造性 你是不是就是勤奋刻苦 这都是从你的这个文书中 来总结出来的 因为他们没有标化那块 那文书的重要性 就比以前就更重要了 然后我们也讲过 这个holistic review 这个holistic review 到底是怎么个review法呢 这是大学录取的审核的过程 我们已经讲过 一开始它有一个academic threshold 就是你的成绩 这是一个截止线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meet 你的baseline 你的GPA 以前是看test score 现在这个test score 有可能看 有可能不看 就看它是text offline 还是text blind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线你过了 那下一步就看 你的课外活动 你的这个课外活动 是不是让人家 非常的印象深刻 是不是体现了 你的领导力 是不是体现了 你的创造性 和这个主动性 总之来说呢 你的这个活动部分 我们也讲过 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活动还欠缺 一定要及时的 这个补充上去 再就是你的 personal quality了 就是你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他是怎么样通过 什么东西来判断 你这个人的个性 是不是符合这个大学的呢 那可能通过interview 通过跟你讲话 什么之类的 我们在文书集训中 这个部分 在后面小文书部分 也会讲到 就是interview跟小文书 还跟你的resume 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上一讲也讲过了 就是resume和 这个活动的列表 那resume 它在interview的时候 你通常就会准备 两份resume 或者更多份的 那如果是这种 zoom的情况下 那你提前 发给这个面试官 你的resume 那它就可以照着resume 来询问你相关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好的resume 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呢 practice mock interview 让你对interview的 各种问题 有个思想准备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后面 也会对大家 进行相关的培训 还有就是你的 recommendation letter recommendation letter 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也就是说 你自己的essay 是你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表述 但是recommendation letter 是相当于 第三方别人 对你的这个评价 实际上这个 不管是你的counselor的 还是你的 两个推荐人 一般一个文科老师 一个笔科老师 他们的推荐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别人 通常你说你好 不算好 因为别人说 你好的才算好 哪怕这边找工作 他也是要reference letter的 所以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你一定要有几个好同事 好同学 或者跟老师要搞好关系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在以后再找工作 或者你升学 都需要别人的指导 有很多同学 休于跟老师多交流 或者是他关系 但实际上你这个 如果跟老师关系不好的话 或者老师不了解你的话 你在写推荐信的时候 可能就会 就会要考量 怎么样才能让他 更好地了解你 或者帮你写更好的推荐信 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策略 希望大家能够遵照去执行 写好自己的break sheet 所以说呢 这个大学 他会通过你的这个文书 来判断 你是信仰什么的 然后对你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是怎么样的 以及 与此来判断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以及你适不适合他们学校 然后呢 即使是在那些 不是非常selective的学校里 文书呢 它的重要性也是很大 因为这些不是非常selective的学校 它也是通过这个文书来判断 如果你们两个人 这个成绩什么都差不多 那它怎么判断 要谁不要谁 它也是通过文书来判断 你的这个是不是谁好 或者谁可能是稍微差一点点的 然后呢 它在确定到底是给奖助学金 给谁的时候 它也是要看 谁的文书可能更好 而且呢 有些学校 它可能总体排名不好 那不是很好 但是它的有honor college honor college是什么意思 就是honor college的人 在有些学校 它可以有好的住宿 可以集中全校 就是最好的试字力量去教书 而且他们在选课方面 还有优先权 所以但是有的学校 在申请honor college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特别的申请程序 和申请时间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也要 如果你想申请honor college 有的还要额外递交个文书 所以你要 如果想你进honor college的话 你也要早做打算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发现 这里还有一篇文书 哎呀我来不及了 我就别升了吧 那你就很可惜 因为有些学校的honor college 它真的是不比那个名校的那个 不比名校差 如果你进了一个还不错的学校的honor college的话 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向你集中啊 所以说呢 如果能升honor college 我们还是要考虑的 那你的essay呢 也是确定你能不能进honor college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之一 所以说呢 我们再看 如果你确实对这个校有兴趣 希望被这个校录取的话 哪怕它是你的safety school 它有optional的essay 你也要尽量的把它完成 好 我们小狗是要出去 所以我们暂停一下 我去给小狗开一下门 好的 那就是说 essay process 就是essay到底是 怎么个写作过程 你具体要写多少essay呢 这个要看啊 你打算申请多少个学校 这个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基本原理就是 你要申请更多的学校 那意味着你要申请更多的essay 你可以稍微的计算一下 比如说你申请15所学校 很多同学申请15所吧 你申请15所学校的话 有的学校可能只需要 UC肯定要写4篇的是要写的 COMAP一篇 这就是5篇是最主要的 Collision你也要一篇 那就是多少啊 4 5 6 6篇了是吧 然后呢 再看你申请的学校 15所学校的话 一般你都是想生比较好的学校 它至少要有一篇两篇 我们就算平均两篇来算吧 2乘以15呢就是30 30再加6 36篇文书了 所以36篇文书 你准备在多长的时间内 把它写完 而且有的学校还不止36篇 有的学校可能3篇4篇 这个11篇的文书的学校 都是有的 所以说呢 可以想见哈 12年级的上学期 特别是在申请期 你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 提早就开始讲 而且呢希望大家都能够 早早的把这个 至少是主文书的题目想出来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 文书的这个框架 或者大学的这个research 这些基础工作做完 等到后面你再写起来的时候 那就清车熟入了 而且你文书也是 但后面有些同学 都杀不住脚了 就是他越写越熟练 然后呢 他越写也是越好 他都很后悔 尤其是早生阶段 因为你时间相对来说 还不是很充裕 有些同学写完了之后 就教完了 等到正常生阶段 因为他写的文书多了 他回头就后悔 他说哎呀 我其实如果是 早生的时候 已经对这个升学 有现在的这种理解 那我早生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被 很好的条路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为了避免 以后有这个遗憾 我们就从现在就开始写 哪怕你现在写的这个 还不太成熟 但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反复的修改 但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写 听听就过去了 回头等到你写的时候 老师讲的啥 你全都忘记了 那你回头再来 那你可能可能到最后 拖到最后十分紧张 还有我们文书老师 要求你 三个工作之内 给你回复 你不能是说 明天就要交了 今天晚上加之来 再找文书老师 帮你改 对不起 人家是不会这样 紧急操作加班的 所以说呢 一定要催着大家 尽早完成 这个文书的写作 所以呢 你越是申请的学校越好 那他这个文书的题目 要求越高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 在确定了自己的 大学清单之后 根据自己的大学清单 确定好自己 到底有多少篇 essay要写 所以呢 一定要安排好 自己的时间 而且要把每一个 学校的申请的时间点 要计算清楚 这样子可以很有效的 来分派自己的时间 确保不会错过 那么具体的这个 timeline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来看 com app的主essay 我们希望在六七八 我们现在七月底嘛 我们希望在八月份的时候 就把com app主essay 能够写完 然后从这边 八月一号以后 他的supplemental essay 才陆续出炉 所以你前面 前面讲这个supplemental essay 也没用 因为人家还没出来呢 所以等到八一号以后 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是 把每个学校 就是我们会挨个 重点把前面的 前五十的这些学校 他的这些 重点学校的这个essay 他怎么写 或者交易什么特点 我们会逐一分析一下 这样子的话 大家在写的时候 不至于觉得 不知道从哪下手 但是你自己也要做 相应的这个research 不能是光听老师讲 因为老师讲的话 那大家也都一样 那不糟了是吧 所以每个人 这个学校 你要自己看他的网站 或者自己 追踪他的social media 自己联系他的师兄师姐 或者自己看学校的校报 等等内容 有些什么内容 它是触动你不同的感觉 你可能 对某个学校的某一点 跟你自己的经历 非常相似 那你写出来 才更加有真情实感 如果老师统一的 给你一个情况介绍 那个其实是 没有多大的意思的 你也写不出 真正有特色的 supplemental essay 写不出真正有特色的小文书 所以一定要自己 来做这个research 然后再继续说 你说 所以今年是common app这个prompt 他们就是完给了是吗 还是就是 这个June到August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这个时间点 因为common app essay 其实它已经出来了 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 会具体分析 每一个common app essay 是什么意思 那你可以联系自己 现有的实际 你觉得我应该 我应该选这个可能比较好 选那个比较好 或者说我们就是完全抛开来 common app的essay 你自己先freestyle 自己先写自己的 觉得自己最有意思的事 或者最想写的什么事 然后呢 等你写完这个事 你再回来套 哪一个可能套到这个经历 哪个能套到那个经历里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essay的prompt 书重要也重要 因为它是给了你一个启示 让你从什么角度去 来向大学汇报你的特征 但是你也可以完全抛开来 因为如果被它限制 那你反而就是不能 更好地来表达自己的故事 那也没必要跟着它跑 因为那最后 都有一个catch all 就是有一个freestyle 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你如果你觉得 都套不进去的话 你就用那个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我们等到下一讲的时候 我们会具体分析 每common app的几个文书 先不要着急 ok好了 然后再讲这个deadline deadline我们讲过 有的同学 可能9月份就要出来 有的同学10月份 就有申请丢了 有的同学早申的话 那11月份就要出来了 对不对 那大多数同学 是1月1号 是正常申的时候 也要出来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 红色的紧急线了 到这个时候 应该就是非常成熟了 也许比如说你早申 全聚德 那你肯定是文书有问题 或者申请自要中 什么地方有问题 是吧 那你可能到这个时候 可能要全部推翻前面的 重新再来一遍 这个再写文书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们最好是每一步呢 都踏踏实实的走下去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 因为忙中出错 你最后再紧急的来教 很可能就是来不及详细检查 犯了重大错误 那就是这个早申阶段错误 那正常生阶段 还能来得及改动 如果正常阶段 你又继续拖 有些人就是想早申的时候 觉得以前有同学 觉得早申的时候 好像是不是标划整件不太好 是不是再考一考 那就早申就别申了 结果呢 人家早申这段 结果出来 同学的好消息不断来 他就心慌气躁 那写文书的那个 这个动力就 就就就就更写不出 就是要静下心来 才能写好 然后最后呢 匆忙递交申请结果 就很不理想 因为他最后考来考去 成绩也没有多大提高 相反到错过了前面 就是说测试自己的这种 通过早申来测试自己的文书 或者申请的这个质量的这个机会 以及到最后申请也就不太理想了 所以说呢 这种时间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说呢 你的这个文书是你所有的材料中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讲就是小文书 小文书有一些 misconception 它什么意思 有些人就是说 在summer之前 就要把所有的学校的这个文书都写完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也有些 也有些这个人还真的做了 做了之后 结果等到他12年级开学 又经过很多的school research 或者很多想法之后 他全部都改变了 那以前写的很多文书 又推翻了 又重新再写的 而且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的小文书 我们说过 有些学校它是不改变 它的小文书题目的 它去年的题目跟今年一样 这是为什么有人能提前写来 但也有些学校它给改变了 那你前面写的就白写了 是吧 所以说呢 8月1号以后 反正8月1号也马上就来了 我们再开始准备这个小文书 而这小文书的写作过程 它是陆陆续续的 比如说你 早生的学校是什么 你先把早生的学校的小文书 应付完了 是吧 你后面再去 正常生的小文书 一个个地写下去 所以这个文书的写作过程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陆陆续续 一直写习写下去的 而且这个写完了之后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你要跟学校套词啊 你要appear啊 你要写love letter啊 所以文书 它是整个申请中 最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给大家能够提供的意见就是 你不管什么文书 一定要尽量地早写 这样子你有更多的机会 千锤百炼 也有更多的机会 让文书老师能够帮助到你 那种最后一刻 拖拖拖拉拖拖拉拖拖拉拉 最终耽误的就是你自己了 是吧 然后最后就是讲 what makes a good college essay 就是好的文书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肯定是要看它的内容和创意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文书 不管怎么写法 那你主要的还是看你的内容 是吧 我们要看到它是 一定要信任 而且呢 要想信任的话 它也有一些写法上的信任 但内容其实是主要信任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 而且你写的谁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写了半天文书 像我是在办公室 但有一天有一个别的老师负责的 那一个老美学生进的办公室来找 她的老师不在 那她就把她的文书到我这来 我看了 我看完之后呢 那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大的女孩子 那她妈妈好像是很厉害 然后呢 抚养她们也付出了很多 看完之后 我觉得真的应该录取她妈妈 但是呢 这是她事情大学啊 她写了很多她妈妈的诗记 这整个就是侧重点就是放错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是为什么 文书 它是文书 但是并不是说 所有写文章好的人 他就能写好大学申请文书 因为大学申请文书 它有自己独特的目的 还有它的一些特色 所以不是所有 这个写作功底强的人 他就能写好大学申请文书的 它还有很多的技巧和 就是专业的意义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选材质是最主要的 内容是很重要的一块 但是呢 你这个选材选偏了 后面这个再好 它也是没有用的 再就是writing quality writing quality呢 我们其实它是要看的 一个是从你的选词造句和行文什么都能看出来 而且呢 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文书是error free 因为如果你犯了很多的这个错误 甚至有些同学 把这个大学的名字都写错了 或者是说换了很多 很简单的时态的变换的错误啊 等等 这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好在我们有老美文书老师 来把握这个quality 这样子的话 对大家也会有所帮助 但是你要保证你第一遍呢 或者后面几遍 多看几遍 不要出这种比较低级的这个错误 而且有的时候的选词 也是你自己要斟酌的 因为不能让别人给你改的太多 因为改的太多 这个成年人用的词 或他写作习惯是不一样的 他在 如果是让那些有经验的招生观的话 他会给看出来的 那看到是别人给你写的文书 这就很糟糕了 还有些人是带写的 那就更糟糕了 因为那种带写的人 他是靠写作来赚钱的 那他很可能是 同样的写法和故事反复的使用 这样子的话 他是有一个监测程序的 这个监测程序就跟那个 你上学写文章 看你是turn it in一样 你是不是剽窃一样 他都有一个对照 如果一旦被对照出来 你是有抄袭之嫌 或者有多少比例的跟别人的重合 这个就很糟糕了 所以在这个申请文书中 保证你的独创性 独特性和高质量的写作 它是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能抄袭 而且找到一些写作习惯 比如说像我这个年代的人 我那时候是正儿八经的法学院 或者专门做这个写作的训练的 那我们是句号后面 我们是控两个格 那新一代的这个小朋友的 他们写作的要求 它是句号后面是控一个格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 他会从你句号后面控几个格 能看出来 是不是有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来帮你改过这个文书 这就也很糟糕了 或者是我这个年龄能写的 而且呢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他对事物的看法 或者是说 有一些态度 它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就看出来很沧桑 其实大学也很矛盾 他一方面呢 希望他录取的学生 有一定的成熟度 但是呢 他又不能像这个学生 他太成熟 或者是说 失去了年轻人 该有的创意和活力 所以呢 你在这篇文章里 如果听起来 像一个老七横秋的 四五十岁的人 一看就看出来 比如说你父母帮你写了 或者是你请别人帮你写了 这个就糟糕了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 起码是初稿 你一定要自己写 而且即使是别人改 也不能说 你也根据你改的那种 来判定一下 你要不要换成这样子的 除非依法方面的改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个大规模的这种改动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这个 一个是有一个 职业道德的问题 再一个呢 他可能是好像是很好 但是可能是帮了你的道忙 就完全失去了你的特色 那就不是你的文述了 是吧 再就是他讲的 就是personal connection 因为我们讲过 你要赢得这个招生官 招生官的好感 要赢得其他的这个 乐卷人的好感 那你就是怎么样 make这个personal connection 就是让你自己跟这个学校 和你身体的专业 但如果你专业是已经declared的话 或者是很明确的话 那你要具体的 要把这个联系 要透露出来 让人家产生更多的共鸣 然后对你产生一种喜爱 这样子的学生 如果你在这个文书中 体现出来 人家人人看了 都有这样一个结论的话 那你这个写作 就是非常成功的了 然后呢 很多人喜欢 这个文书写出来之后 给很多人看 这个也好也不好 你要看 就是对人家的意见 要批判性的接受 因为有的人 就是说 每个人都给你一个意见 而且每个人讲完 都很有道理 到最后的话 你就不知道听谁的好了 这也是他的副作用 但是也有的文书呢 就是所有人都说好 那你可能就是真的好了 是吧 所以说呢 你要斟酌 要有自己的想法 听别人的意见呢 但是也不一定 每个人都要听 关键是 要有自己的原则 写出自己的特色 然后这里就是 一些资源大放送 因为你从来没有写过 而且你可能也是 第一次写这么重要的 这个个人文书 那你就要看一看 别人是怎么写的 那这里我们给出了一些资源 这些资源都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 Ted Talks Ted Talks这个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 有没有追踪 有没有 这有APP 也有网站 然后它有很多 不同的内容 曾经有人整理过 就是历史以来 有名的Ted Talks 都讲什么 你去听Ted Talks 你是干啥的 你去到那去找灵感的 不管你是申请什么专业 或者对什么人 有什么问题 可能有一些相似的灵魂 或者相似的想法的人 已经在那里讨论过了 你到那里去看一看 听听人家的这个演讲 也许就能触发你心中的共鸣 那你写起自己的文章来 那你可能就更加有深度 可能比你想的要全面周到许多 所以你可以没事 把Ted Talks把它download下来 当到你手机里 通常也就是一分钟两分钟 我经常是走路去Gym的路上 就可以听一听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非常对你很有启发性 你可以找到一些 有深度的话题 再一个就是John Hopkins的 John Hopkins他的网站 他每年都公布 是essays that works 就是他们以往录取的 学生的写的文书 他在那公布出来 而且他还有评论 就是学校老师对这个文书的 好在哪里 差在哪里的这种评论 所以说这个网站 你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再就是college essay guide college essay guide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他是我们导师的导师 那我也是在他那里做顾问的 所以说他有一些college essay的examples 希望大家也是去看一看 这样子你去看了之后 你对于什么样的文书都是怎么写 或者别人的好的文书是什么样子的 都是有更直观的感受 我们有一个同学很好玩 他本来想表达一个意思 想一想去不知道怎么想 他就去看人家的essay了 然后看完了之后呢 你猜怎么着 他照着原样就写了 他的essay去了 我一看就看到 因为我也看过 我说你怎么就是照人家这个写下来了 他说哎呀 我从看了他的这个写法之后 我就觉得像 我就印到我脑海里去一样 我再怎么写就觉得就 我写就不如他的这个好 好像就他的这个 就表达出我心里中的想法了 我觉得这个就很糟糕 即便是你觉得人家写得很好 你不能照抄啊 你起码得换换格式 换换词句 换换这个形式和说法 不能 绝对不能就是照抄别人的这个essay 因为以往特别是已经发表过的essay 它很容易被测试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牵扯到 就是说是不是剽窃 怎么样程度的叫做剽色 如果你想引用或者借鉴 应该如何引用借鉴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写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然后Hamilton Hamilton它是一个很好的文理学员 我们有同学申请到那里去了 他们每年也都有就是关于文书的一些 已经work的文书的这个介绍 你也可以去看看 看一看文理学员 它对于这个文书 什么样的文书是他们所青睐的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就是这个pre-scholar pre-scholar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关于大学申请的网站 然后它有关于就是文书 以前的比较好的文书的介绍 实际上这个US News 每年它也都有就是说文书的这个推荐 而且它好像还有长征集 你被名校录取之后的文书的那种 如果你愿意就是请他们发表 或者评论的话还有的 大家也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 再就是这个Khan Academy Khan Academy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知道的 其实它有专门的课程 它就是有专门的college admission的这个课程 你可以去听一听 那很多实际上你跟了陈老师 你就等于相当于跟踪了多个老师 因为我没事 我是各个网站或者各个老师的课程 我都是系统的研究学习过 我是把他们 我认为他们中讲的最直接最有效 或者对我们来说最实用的部分 把它摘抄过来了 这样子的话 那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可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你如果有空的话 你也可以把Khan Academy 关于这个大学申请的这个课程找出来 自己学习一下再看一看 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就看我们的行动计划了 我们第一步要完成初步的选校 因为你后面的时间点啊 你的文书题目的确定啊 都是根据你所选择的学校来确定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尽量把自己的这个选校清单 确定下来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确定不了的话 我们可以再讨论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问卷 我们问卷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了 像问卷中的很多问题 它也就是文书的题目 你当时问卷没提完 那你现在要写问卷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一些 你要写文书的时候 你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如果你问卷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你问卷 根据你问卷的内容呢 我们在一起做头脑风暴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的有地方使 可以帮助你找出你的特色 或者说锁定你的哪些活动 或者说你的哪些特征 可能是可以深入下去挖掘出 写出一篇比较好的文章的 然后再就是简历和resume 这个希望大家能写好 而且如果觉得自己活动不够的话 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看看下面还能设计 些什么样的活动 再就是我们希望在开学之前 能够把主文书写完 起码你有个影吧 或者写个大纲也行啊 这是我们整个文书集训 而且密集集训的这个目的 对 然后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讲 我们先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来问一问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有 好的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要申请 我要申请 我直接申请一个系列学校 比如说我要申请加州大学 把所有的分享都申请一遍 我上每次的学校都要写 他们的小文书 还是我只要 只要从里面选四个小文书 然后他们每个学校发一份就好了 哦 你问的是加州系呢 这是为什么加州它跟call map不一样 它是UC 它有自己独立的系统 为什么呢 你用call map的话 你得给它钱的 所以说呢 UC这么大的学校 这么多申请 它要去用别人的系统 它就不够算了 所以像加州啊 纽约州啊 Texas州啊 你像想申请他们的大学的话 他们都有自己的 这个州的这个申请系统 包括加州的UC系统 和加州的州立大学系统 它都是自己的这个系统 那他们系统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跟call map一样 就是凡是 加州的九所学校 它是用一个申请系统 你填一份 加州的申请表 它是八选四 从它八个promp中 选出四个promp来 我今天好像加了一个 那你那个 加了一个是那种 COVID-19的 那个先放了一边 那就是说 这个九所学校 它都会看到同样的文书 它就没有个别的小文书了 实际上你看加州的这个 八选四的那个小文书的题目 它的文书的题目 实际上跟很多大学的小文书 是一样的 这就相当于是加州大学的小文书 所以说呢 你实行加州的这九所大学的话 那就是你从你写这个四篇文书 那然后就是交一份费用 如果你申请一个大 想多申请一个大学呢 你就多交一份申请费就可以了 但它申请的 填的这些表和文书 它就是一次的 所以很多 如果是机构 它按照学校来收费的话 加州大学 它是按照一所学校来收费的 因为它的文书和它的填表 它都是一个学校的这种工作量 那其他的学校 就是多交一个学费而已 老师我就是在想 就是如果我要申请加州大学系统 和德州大学系统 我就只要写两份文书 然后我可以升二十所学校 会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不行 你要回去做做做research 因为加州大学的一共九所 你想哪申请二十所大学去 没有你九所 就是加州大学的那九所 我写了一份那个prof 然后全部都 他们不是全部都能看到吗 然后我就可以用那一份prof 申请九所嘛 然后换到德州大学 我德州大学 我再把他们全部的都升一边 你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你这个每个大学都要交个申请费 一个大学七十块钱 这个多少申请费交上去 所以我们不主张你乱申请 你如果申请很多学校的话 你就是白交申请费 而它给了你录取 你也不一定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地方使 凡是超过十五所的 那都是可能是在申请的规划方面 是有欠缺的 所以我们不鼓励大家申请那么多所的 因为你就一个人 你最终也只能选择一个学校 你交那么多钱的话 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我们还是要经过认真的选择 选择出对自己fit的学校 你最fit的学校 其实可能就一所 只不过为了保险 你再选几个 就是也比较fit 但是呢 拉开档次的学校 所以说呢 我们要有科学的规划 而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申请 而更不是为了 就是说因为它省事 所以我们就 漫天撒网 是吧 那是撒钱 广撒网 可能有个人拿了十个offer 就是这么广撒网 好的好的 我们今天的讲座先到这里 我先把stop recording 我先把词试试试试试试